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喽大家好我是0的 各位久等了 最近喉嚨破洞 一整個精神不振了 本次算是個熱門大作 文案的來回回真的也是搞得挺久的 久違就先開頭疊個盾 我本人算是個雜實性玩家 單機遊戲也會玩 雖然現在已經比較少了 手頭上不管是什麼放置啊 塔房啊養成動作 轉租解謎IP項等 就算那種課金掛機到死的 M&O我也玩過 甚至還認真為他做了好幾部攻略 跟版本情報 這個早期的老觀眾應該知道 不過那款遊戲最終還是宣告死去了 所以遊戲只要有還不錯的點 我都會願意入坑試看看 或者就算這種不太理解的神木遺跡 當時還是有誇幾句 又好比騰訊語音的Nigi 就算被罵到死 我也是重開輔文到現在 更不用說像早期那個 重課金的一拳超人 當時也是燒過不少錢啊 每日每周禮包 嘎嘎的買 完全沒有在手軟的 那說這麼多 並不是代表我玩的怎麼樣 並沒有啊 其實我跟螢幕前的觀眾都一樣 就只是個純粹愛打遊戲的普通人罷了 那我想講的只是 遊戲本身的多樣性 都是在滿足不同玩家的差別 是在於玩家的雙向篩選 所以不論是掌機啊 主機手機上 遊戲的類型跟玩法 本身並無貴賤之分 我也不會帶有什麼偏差 比吃戀去看 否則本來就有主觀的評測 就會更主觀了 那像最近最好的例子就是 曾經的B站百萬訂閱的UP組 原本是玩吃雞遊戲的 但表現基本平平 結果跑去玩原生以後 發現財富密碼 靠各種抽爆跟嘴臭 開啟爽賺賺之路 但這個其實也很常見 你即使並不愛 但假裝應付一下觀眾 也還是行的 但直到上個月 大財玩家底線後 就直接翻車了 基本上已經繼續查無此人了 可惜他並不是在海外 那 應該到現在也沒什麼事情吧 而遊戲的好玩其實都很主觀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 但當自己玩的越多就會知道 除了遊戲本身要吸引人以外 看那些廠商 平常都在幹什麼 是更為重要的 而且希望各位是能把槍頭對準的目標 玩家間減少紛爭 世界會更美好 那盾碟差不多了 我們就開始本身的評測吧 光外心窮鐵道 講這遊戲前 我們要先講一下 為何日 莫名思義就是 你動一下我動一下 聽起來很廢話 但確實就是如此 而講到這玩法 在我心中第一個浮現 就是那款經典的PC單機作品 千見奇俠傳 無論是Win95版跟後來的XP版 我都破台好幾回了 現在光碟還說在我的書櫃上 不過這系列我一直玩到第四代 就沒有繼續了 而後來先見這IP賣掉以後 被拿去各種聯動跟不用錢一樣 後期也真的只靠情懷讓玩家買單了 而在這種遊戲中 玩家可以通過攻擊、防禦、逃跑、道具等 在各自的回合選擇指定作戰 就是早期回合制的基本架構 而在手遊化後 像防禦道具的機制 大多多被拆分到技能、裝備上 而這樣的改變 第一點是方便管理素質 以及推出角色來增加營收 第二點以策略設計來看 也是在強迫玩家提早規劃 不要總是想靠防禦這個萬用安全牌 而這類遊戲靠著IP、策略優化、內容、美術、玩法等 發展出各自的道路 而開始出現在近期的智慧手機上 比較典型的回合制玩法 有像是2009年 DNA的怪盜大逃殺 這款其實蠻冷門的 可能知道的觀眾也不多 它實際上架iOS端 也已經是2011年了 再來就是2010年的 史克威爾艾尼克斯的 最終幻想一的移植版 這款是買斷之遊戲 玩過的人可能也不多 畢竟那時候更多人會選擇在掌機上玩 但這款也算是蠻早就將這種 單機遊戲搬上手機的先驅了 再來就是2011年 CY GANS的《巴哈姆特之怒》 這款應該就挺多人知道了 在當時也算非常熱門的作品 畢竟它也是正逢智慧手機 開始普及的時代 有吃到當時的一些時代紅利 再來就是廣為人知 2012年史克威爾的 擴散性百萬亞瑟王 這款真的是挺經典的 沒玩過的應該也聽過它的名號了 它也是讓後來的中國手遊 開啟648這個課金門檻的起源 那這邊我就直接快轉一下 來到2015年登場的 宇宙神遊 飛狗 當然這款有名 並不是因為它的開發商多厲害 而是因為它這個IP實在太強了 只要你是很早就接觸二次元領域的 就一定會聽過行樂社的大名 以及它旗下的IP作品 而這款遊戲 光靠日本市場 就撐起了它大半的營收江山 連續幾年都在手遊市場 世界排名的前十 如今雖然衰退 但至少也是保底前20 另外就是還有基於傳統回合制 融入即時在座的變化 2014年利益斯的《倒塔傳奇》 廠商透過將快節奏的玩法 融入手機生態 創造出這種一上手低門檻 正回饋快的遊戲 當然也導致後來這類 所謂的放置卡牌類的遊戲 被完成爛大街 現在每個月幾乎都能出N款 其他還有像是什麼 爐石戰記 魔靈騷幻 宗色塵埃 七大罪 一拳超人 魔力寶貝 三國智幻想大陸 圓展天空 Marvel Snap等 舉都舉不完 還有像是變種的龍族拼圖 採用轉珠的模式來作為操作手段 以及結合彈珠彈玩法的怪物彈珠 推出這10年來 也是穩居日本銀售的前段班 雷也打不動 所以回合制 在這市場上也算是個常見 並且屹立不搖的玩法了 而中間經歷了買斷到免費 硬核到輕量化 依舊是那句老生常談 主流的用戶群體會決定市場的走向 那說回到傳統的回合制 這在早期的JRPG類型上非常常見 順帶一提 所謂的JRPG 其實是2000年左右 海外市場對當時日本RPG的玩法 表現風格的代稱 一個或者是對當時那類玩法的貶義詞吧 至少當時大部分的日本廠商 並不會這樣稱呼自己的遊戲 但因為對比美式RPG而言 日本RPG的風格還是有一定的識別度 所以就還是讓我以JRPG代稱吧 那說到JRPG 其中較為知名的有像是最終幻想系列 最早是出自1987年的紅白機上 或者在早一年的1986年的勇者東二龍 而數到這類RPG遊戲的世界觀設定 可以追溯到一款1974年出品的桌遊 龍與地下城 這款桌遊一推出 影響後來未來一狗票的RPG遊戲作品 真的稱得上是萬物起源 而日本廠商在RPG遊戲開發上 最早是收到1981年的巫師 以及1979年創世紀的影響 順帶一提包含新日奇俠傳也有大量借鑑創世紀的痕跡 而在那之後日本廠商開始產出概念性的作品 像是1982年光榮的龍與公主 1983年法米空的全金島 1984年BPS的黑瑪瑙 就在這樣不斷更迭的學習中 產生出後來象徵性的JRPG 而且畢竟帶有以下元素 回合制、指令操作、迷宮、怪物遭遇、故事劇情等 而回合制的玩法 在時間推移中也有不同的變化 像是加入等待時間的即時戰鬥系統 代表為1991年最終幻想4 在攻擊速度上做出變化的計算時間戰鬥系統 代表為2001年的最終幻想10 以及後來2004年的空之軌跡 介於即時戰鬥與實時戰鬥的即時多維戰鬥系統 代表為2006年的最終幻想12 而後來基於即時戰鬥 還衍生出了一套指令配合戰鬥系統 代表為2009年的雷最終幻想13 後來還有進化版的服裝轉換即時戰鬥系統 其實不然發現這樣一路看下來 回合自從傳統意義上的來回打中 逐漸走向半回合 而再到後來就完全向動作玩法靠攏 都是在為了能提高玩家的正反饋 這個進化的過程也算是個時代眼淚吧 但這也不代表回合這玩法已經被淘汰了 至少在目前的手頭上能在大方異彩 那就開始講講本次的遊戲吧 不過雖然前面交叉講了主機跟手機作品 但如果要比較的話 還是務必以同類做對比 畢竟兩者在商業策略跟定位都不同 遊戲開發商是中古的米哈油 公司相關的發展史很多人做過了 這邊我就不繼續講了 當然可能很多人因為各種因素不喜歡這間公司 可是老實說對比其他市場上的各家手遊公司 他還是我比較欣賞的其中之一 至少營收跟後續端出來的東西是成正比的 我又有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不對等 他們創立初期曾發行過買端置手遊 但在那個大盜版時代 如果他們後來選擇繼續這樣幹的話 那現在騰訊跟網易還有其他廠商就不用這麼煩惱了 看看台灣多少遊戲公司就是這樣被幹倒的 另外多數人對他們家的評價就是 一直在往堵的路上前進 走錯一步就能把自己搞沒了 當他們的同行都還在手機上塞換筆MO放置卡牌大撈特撈的時候 104號在2016年推出一款名為崩壞3的手機性能檢測器 這款在後來一段時間的手機評測 都是被拿來做出壓力測試的標準 對各家手機進行激情的性能拷打 也讓他們賺到了家裡筆足夠縮花的資本 而從這邊開始的故事 很多人應該就知道了 他們購買了Unity以前進行魔改 並把崩壞3當作試煉場 走了一條同行從來沒有想到的道路 開發出後來那款 每次提出來都能引發各家爭議的原神 也是那時候一起開放世界的類型 被各種放大炒作 什麼遊戲都說是指開放世界 但是除了放開雙手以外 沒有一個能打的 我記得當時那些號稱用來打對台的 幻塔 雲山之約 諾雅之星等等 先不說遊戲類型根本的不同 玩法還是維持早期MO那套 並沒有改變 目前也只剩下幻塔 還在那撐著 而玩家的自選五星 永遠都只是幻想 另外一提一下 他們家在同年 其實才有推出另一款 未定事件部 只是它本身是一款女性像遊戲 所以經常被人遺忘 而本次遊戲採取早期JRPG的玩法 這種本身帶有重劇情導向的屬性 也貼了廠商擅長的動畫表現領域 並且將過往崩壞系列的角色與設定 繼續塞入遊戲中完善 但一般這種內容較大的遊戲 如同像棕色塵埃2 或者肥染天空一樣 都是在手機上能玩 但如果能透過主機 會有更好的體驗 而最終不論你選擇在什麼設備上體驗 都不需要沉得住氣 而這次崩鐵比起原神來說 我在手機跟主機的交叉體驗上 這次在手機上的優化 確實表現是挺好的 窄入速度加快 且戰度相對輕量化 確實也是更適合在手機上的生態 畢竟雖然原神說不上奪硬盒的遊戲 但對於不少手殘膽來說 還是存在技術壁壘的 打不過就是打不過 沒辦法靠操作業來凹分 你如果要在手機上去凹深淵滿心 根本就是在虐待我 至於老生常常的手機發燙問題 就別提了 高震速加3D畫質 長時間玩 誰上誰都死 除非你外掛風扇 所以只要不卡 通常我就謝天謝地了 而遊戲雖然主打一個太空喜劇 但米家遊戲該發刀的 是不會留情的 別被看起來歡樂的氣氛給騙了 喜劇的核心 往往也帶有悲劇色彩 遊戲的世界觀框架 基本遊戲崩壞系列中的 虛速之樹以及量子之海的概念 但其實不用太放心上 就當作平行作品來看就好 而在這個概念上 樹上的一枝一花一葉一果等 都相當於連接著不同的時空與維度 而其中誕生出的 星神 命途以及派系 命途被比作哲學的概念 抽象且難以掌握 星神起於命途 他可以從命途中獲取力量 但他又受困於命途 而群眾對於星神詮釋的不同 則會形成各家派系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簡單地將 星神 命途派系 理解成宗教中的神明 教義 教團 神明可以從教義中提起力量 但又受限於教義 神明會消失 但成型的教義卻不會消失 也非常符合宗教本身的概念 而這樣看上去 名詞也不會顯得太抽象了 而這部分也可以參考近期的動畫 在無神世界裡進行傳教活動 主角在故事中 創造了神明與宗教的概念 而神明本身的力量 是取決於信眾的多寡 不過人們信眾的不見得就是神明的本身 也有可能是他的作為 或者他帶來的奇蹟 而遊戲中 星神並不是天生極為神 是可以根據不同的方式神格化 且不論是無機生物 或者有機生物都行 那既然是不同的星神 必定會存在各自的價值觀 行使他們對世間的善與惡 但這個善惡其實是很難去評判的 因為他們維度的視角與我們並不相同 就像死亡筆記本中 也會有存在像夜神月這種想法的人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妥妥的惡行 但實際上還是會受到很多人的追隨 而就如同毀滅之神一樣 他認為宇宙本身就不該存在 文明更像是癌症在侵蝕這個世界 所以按照目前的文案來看 就是個妥妥的大反派了 他會透過所謂的反物質軍團 到處投放星河 想毀滅一切後重新開始 而這裡面的星河它是一種生命體 可以實現星球上那些文明的慾望 但卻是透過災害來達成 而在道家的思想中 也有這種先破而後立的概念 這也出現在不少仙俠作品中 又或者在宗教動漫遊戲作品 也有這種以滅世來救世的想法 像印度神師婆 他也是被稱作毀滅之神 但他所代表的既有毀滅也有重生之意 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 應該也是會揭開更多關於星河的解釋跟用途 畢竟目前這些都只是基於玩家在有限文本下的推論 而且有意思的是 在遊戲的派系中 存在一個虛構史學家 他可以篡改正確的歷史 影響他人考究的結果 也可以說是方便官方吃書 未來出設定被打臉的話 就能光明正大搬出來背鍋 所以現階段的任何猜想 未來都可能被打破 另外還有一個令死的設定 可以看作星沉在凡間的代行者 這個設定就非常適合 未來出各種偷卡角色 而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就是開拓之神 神行靠客愛喝酒唱歌 跟隔壁某位溫迪差不多一樣 用自己創造的星雄列車 在著旅行者到處冒險 不過有天意外殞落後 這個列車也被荒廢了 直到遇上了機子才要重新回歸正軌 而挺有意思的是 開拓的本身就是叢林開始建立 某種意義來說 它與毀滅剛好是互補的關係 又或許世界之外 其實就是他們兩個在那下棋 而故事我們回到開拓媽媽 星河獵手卡夫卡 這邊就有一個官方的玩梗 看來我來的不是時候呢 不 我想你來的正是時候 致敬於1999年 華氏的小李飛刀名場面 對不起 也許 我來的不是時候 不 你來的正是時候 卡夫卡將星河 塞入名為新窮的載體中 於是作為開拓者的我們就誕生了 但依照劇情來看 我們似乎也是有自己的記憶的 只是殘存的並不多 而這記憶承襲是誰 並沒有明說 目前比較直接的猜想 是與開拓之神有關 之後就開始與熱情三月七 以及冷面單狠 跑跑跳掉 看到發光點就去點熱視桶就去翻 遇到NPC就想問話 找點熱子的奇幻冒險 遊戲中存在不少專有名詞 官方其實也有自我吐槽 把謎語人作為派系之一 就是典型的各種話不好說 模糊概念 抽換文字 讓人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但近期真的玩多這種不好說話的遊戲 不是文言文 就是一大串無法理解的台詞 說實在 真的是小cast 而且本身我也是原神玩家 接受度就挺高的 但這種一上來就是丟迷與設定 且零碎的劇情 必須等好幾個主線版本來補完 對於不喜歡這種體驗的 真的是直接勸退 尤其崩鐵的世界觀是擴大更多的 不論現實合理 以及不合理的想法 都能拿來用 後面要怎麼自言取說也可以 有一說一 當初我開服完原神 一段時間後也退坑過 畢竟是第一次玩這類遊戲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衝殺小 玩得很阿賊 後來是因為看二創 以及劇情解析後才要重新回歸的 而崩鐵跟原神 前者有高維度科技跟大雜彙 後者是介於魔法的幻想大陸 所以崩鐵能更直白也不用太顧慮 我用各種現代網路梗來增加玩家的代入感 但我知道很多人看不懂 這點其實我也是 但如果真的懶得理解的話 就等別人整理好的解析影片吧 因為其實不少的梗是來自中國的文化民音 這其實對我們來說就非常的陌生 除非你是那種高強度在刷B帳抖音 或者他們論壇的 不過好在 其中還是有不少熟知的事件名著跟歷史文化等 像是至今那個經典釣魚連結的瑞克瑤 或者非常經典的電影鬼店 以及看到這個半科羅斯就知道的日劇 半折指數 後面還有什麼血緣詛咒 駭客任務 柯南 請朝而出等 甚至你把成就打開來 可以看到各種的書名 詩劇 動漫 名言梗等 只要你去找 一定都能找到出處 你也可以停下來聽NPC對話 像在路上有位情侶 男方覺得新款跟舊款沒差多少 但女方就是要新款 而你看他的對話就知道 他是在內涵iPhone14跟15 其實這非常反映現實中 買手機送女友的狀況 而這種大量買梗借鑒的作品 也讓我想起2018年的電影一集玩家 篩入極大量1900年到2000年的遊戲 動畫電影等知名橋段 獲得比較近期的作品 還有2021年的脫稿玩家 而有一種非單純架空簡單的王道對立 篩入滿滿與現實的連接 某方面其實也能檢驗 玩家腦袋的閱覽儲備量 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玩的覺得很有趣 停不下來 有些人始終找不到樂趣 不過這種遊戲做法 長期來看還是挺討厭廠商 是否能繼續保持高強度且讓人能共鳴的玩案 而且萬一沒做好的話 可能還會燒到自己 尤其我知道很多人對玩梗經驗這事情 其實非常的介意 雖然像在日本動漫 遊戲或多或少也會致敬其他作品 但如果放在其他人身上 就很容易被雙標對待 但你真的要跟對方認真討論 可能又會被裝死 然後市面上一堆作品都要跟著下牌陪葬 各種萬物起源 沒完沒了 而美術方面 風格比起原神 人物的比例線條更顯得成熟銳利 衣裝風格的表現也更加的奔放 拿進來看的話可以發現比起原神 人物3D建模的瞄邊加黑不少 再結合服裝的皺褶光影對比 看上去就會顯得更粗曠立體一點 但也少了過去那種柔和感 而且同朋友也少了過去那種同趣 沒有各種奇形怪狀 另外還有頭部的比例 明顯縮小不少 整體看上去少了一些稚嫩感 還有在過場動畫中的表情演繹 細節都提升了不少 其他的話就大差不差 繼續維持米家的不對稱風格 所以有人說他沒有長進的話 那真的好幾家大廠都擺爛幾年了 更不用說那些只會丟廣告廠商 連素材都懶得更新了 不過還是有一個我覺得退步的地方就是 角色在選單查看的時候不會有待機畫面了 你只能在一般狀況下才會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砍掉這個功能 另外就是在人物的胸部表現上比較收斂一點 其實這倒也是無所謂啦 反正想看的話這類作品還是挺多的 而戰鬥方面就是典型的回合字 沒什麼好提的 畢竟都出那麼多天了 光是什麼強度版跟配對影片就超多了 我就不多講了 反正大致就是主吸、盾奶、量輔助工具人 然後針對弱點去配對即可 而大招跟技能的動畫表現 維持一貫的風格 速度感跟張力十足 真要讓我來講個缺點的話 就是那個施放技能的語音變少了 真的是單調不少啊 雖然它有增加一些有趣的掛金音效 但一般玩家不會太去刻意的觸發 而且竟然是主打動畫、沉浸式體驗 怎麼在這種該提分的細節上卻減少了呢 希望未來是能補上吧 那我現在進度是推到了忘卻12層 喔那我自己玩的進度比較慢 可能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有人同樣是月卡檔都已經打到第二層去了 我還真的是該檢討了 我自己玩的方式就是主吸優先養兩隻 但其實還是單靠一隊的主吸來推啦 另外一隊的練度非常的差 畢竟前期的資源有限 並不太建議隨便拉 頂多養個20等拿個獎勵就可以放置了 另外目前的角色並不多 所以整個配置在陣容上都比較單調 這懂的都懂了 只能等未來版本更新了 個人在培養上的建議的話 就是抽到什麼五星又養什麼吧 如果都沒有就差P養即可 真的不用太在乎什麼開局必抽誰 反正早晚該打通的還是能打通 完全不需要追著克勞或者強毒綁走 不然只會玩得很痛苦 再來就是課金相關 開服新手池 保底50抽內必出五星 其他話就是限定池 大小保底90180 武器池80160 10抽約在800元左右 雖然常駐池有個300抽可以送自選 不過那實在太遙遠了 就不考慮了 整體表現中規中矩 其他就是月卡跟通行證 沒有太多有的沒的 其實這邊各位可以反思一下 為啥有些廠商 明明內容超少 但卻能拿出各種大大小小的禮包 還有什麼VIP有的沒的 在這邊建議無維克 優先拓寬隊伍陣容 未來復刻再考慮武器的問題 稍微有點閒錢的話 可以買個小月卡 或者再加碼買個通行證 可以稍微提高前期遊玩的體驗 但不買無所謂 不買無所謂 不買無所謂 很重要 說三次 然後最後來補充一些 可能很多人會問的 10萬個為什麼 經典第一題 這樣為什麼我不如去玩單機 這個論點我真的在不少論壇都有看過 就先不說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有去買單機作品了 但實際上沒有人天生就帶著主機轉世了吧 各個都帶著智慧型主機闖當異世界嗎 有沒有可能 主機本身就是個門檻 很多人可能不只現在 連過去一台遊戲主機都沒有 你跟他聊個戲 他可能連瑪利歐都沒有聽過 就不說遊戲主機了 甚至還有那種除了辦公以外 連電腦都沒有的人 那如果遊戲本身需要更好的配置 更高的容量需求 這些都是不小的門檻 畢竟每個人價值觀不同 如果真的這麼好轉換 就不會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遊戲上榜了 但至少大多數人都一定會有一台手機 除非你跟聖竹爐一樣只用家用電話 想想騰訊為什麼會成為遊戲界的一方龍頭 難道是他遊戲多好玩 顯然不是吧 更別說大廠紛紛投入手遊市場了 連天下滴都要下場來打輕量級杯了 還是那句老話 用戶會決定市場 A手遊即使出的時候被罵了半死 現在營收也有將近一半是美國人在支持 另外手機與單機最大的區別在於 後續版本的資訊更新 單機遊戲就算後續有多新的創意跟玩法 多數也是會捏起來等下次的新作 或者靠第二遊戲分批賣 只要懂得合理的娛樂規劃 實際上的花費並不會多多少 別人抽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都跟我無關 而且說實在 如果你是個忠實的單機受眾 好來看手遊評測 這點也是蠻獵奇的 還是你只是想來聽我講廢話 劇情不能跳過 我真的也是看到不少這樣的評論 不限於我的頻道 其實蛋黃好一點或者出名的RPG遊戲 都沒有什麼跳過功能 有些如果玩法定出來 可能根本也不吸引人 畢竟這類遊戲 比起結果是更重視過程的 如果你將劇情跳過 那遊戲的體驗都不知道還剩什麼了 其實在各種跳過機制出現前 根本不會有人去再去這種鬼東西 更不用說很多老手遊 現在連個自動戰鬥都沒有 除了有人會靠什麼腳本或外掛 偷懶外 基本上就是只能全程靠手動 但實際上也不影響他們霸占營收綁手 當然撇除這些 講白了 廠商就是想透過劇情去推動人設 這樣才能更好讓玩家付費 所以不論劇情是否優秀 或者你喜不喜歡 這些都是廠商針對自己產品的商業考量 每個廠商背後都有他們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 你要理解成三億也行二億也罷 像你該不會覺得卡普空的超人犯 或者其他廠商的各種IP授權連動作品 是在滿足玩家的XP吧 這一切當然也是為了賺錢啊 只是有些廠商做法比較高明 有些比較低劣罷了 後面又看賺的錢是要拿來投入產出 或者只是用少量的錢去開發下一款低劣產品 跟買大量的一人廣告 其實我知道不少人真的玩習慣快餐遊戲回不去了 會有想快點得到結果 更重視強不強的攀比心態 只不過我就是抱怨速食遊戲不夠速食 把全部的手都認定為速食遊戲 都是答辯不好玩 那些不如手機遊戲的主機遊戲 又該算什麼呢 再來這個遊戲克爾不克金 現階段我並不敢保證 畢竟才剛開服還有帶觀察 但如果未來是依照原生的營運方針 那玩起來絕對是挺省的 不過花錢也無所謂 但麻煩麻煩 請把過去那種 課金買數值的一套邏輯拋下 不然你只會覺得很痛苦 玩起來不知道再衝殺小 他的遊戲本身沒有社交性 不需要跟別人攀比 存單人像PVE 完全沒有PVP 所以不需要追版本抽卡 如果你有玩過原神就知道 深淵十二層經常就是不同環境 拿出同一個隊伍 雷國萬達一隊加林一隊 都不知道用幾個版本的 當然如果你是亂抽亂練 然後把自己完成痛苦號的 就請節哀了 所以完全不需要有那種 一代版本一代神 不抽就是下等人的焦慮 而且很多抽出來的角色 到最後也是爛在倉庫裡面 根本不會拿出來 畢竟你最多上場就8個格子 頂多再組個備用 所以初期就只要追著萬用輔助抽就好了 主席可以看情況 如果不課金又什麼都想要 抽不到又大罵 那我也只能笑笑了 這也是根據過去自己在各種 什麼戰力課金遊戲 掏錢買扭蛋抽時裝抽角色 短暫買快樂的空虛經驗談啊 那如果平常是玩習慣那種 放置掛機 禁忌等輕度遊戲 不太需要劇情 只想單純抽老公抽老婆 想看戰力榜PVP 也不想花太多時間去消磨的 那這類遊戲確實也不適合你 也別逼自己了 真的不太需要跟風去玩 遊戲永遠不缺這一款 不如等待下一款 或者乾脆都不玩 讓常常最多人問我就是 有沒有推薦什麼遊戲 我通常都會反問 你是喜歡什麼類型 或者你平常玩什麼 推薦不適合的遊戲給不適合的人 你玩的痛苦 我看的也痛苦啊 策略性問題 我最近看到最經典的案例就是 有人會自己立了一個規則後 要別人認證 像是要你壓等啊 限制角色來通特定關 如果辦不到的話 就大罵這遊戲是個沒策略的數值遊戲 那我只能說 市面上但凡有數值養成遊戲 都可以死一死了 養成遊戲 玩家是可以自由提升練度通關的 沒有必要折磨自己 但需要養成也不代表他沒有策略性 你像遊戲中打可可利亞 他就有針對弱點的重要性 這邊我就舉原神好了 你說他有策略性吧 有啊 元素反應機制 沒搞明白就是刮殺做了 深淵12層可能永遠打不滿 那你也可以說他沒策略性 超能力克格滿命滿金 一路夜藍一路胡桃 閉著眼隨便打你上移也行 或者來個Edo 管他什麼盾都能站入幹睡 還是你覺得那種一鍵不正的 只要站立到位就能無限跳過的戰鬥 會更有策略性呢 說白了 都只是想把自己在玩遊戲 變成符合自己舒適的樣子 那還真的巧了 最近剛好仙劍且俠傳的放置版出了 就主打一個換皮卡牌 非常符合有這類需求的人 這一切都是命運十字門的選擇啊 結論 一樣的米養百樣的人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綜合這幾天玩下來的體驗 對我而言算是款不錯 且非常適合當富有的作品 劇情玩玩也是真的挺有趣的 光是在那邊找對話我就能玩好久了 但如果真要說是什麼名作 現階段倒是有點名過其實了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來驗證 但各位也不需要盲目的聽風便語 自己下載來試試看 如果不好玩就刪除即可 沒有什麼事物能滿足所有的人 畢竟每個人都是相對獨立的個體 劇情、美術、音樂、聲優、玩法、社交、費用、IP等 每個人權重都不同 即便你心中的完美遊戲 在別人眼中也可能只是個憤作 反之亦然 遊戲過於硬核勸退 過於簡易也勸退 玩家永遠都是這麼難搞的啊 我在舉例近期的暗孩子好了 它就是一款經典的刷裝遊戲 對於不喜歡這類遊戲的人來說 就不知道遊戲在衝殺小 花時間一直在重複刷圖 有什麼毛病嗎 小時候你沒得選 大人被迫要你吃 不吃就是挑食 長大了以後 你以為你不再挑食了 殊不知 你只是會自重選擇 你愛吃的食物 估計可能又受限於生病的社交圈 被迫進食 手遊的玩法越來越精緻 但在玩法差異化上 也差不多到了瓶頸了 能做的就是不斷的去玩 並且督促廠商站起來努力 不要總是想靠擺爛那套賺爛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明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杜 esqu磇 跟 hindsight 대통령 按鍍子 復習了 台灣 習不上